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多数怪圈是人类所为 把农作物压平而产生出来的几何图案 截止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在50多个国家 发现了1万个以上的麦田圈 其中三分之一出现在英国 剩下的也大部分出现在美国 加拿大和欧洲各地 这些麦田圈小的 只有直径几米左右 大的直径300多米 麦田圈虽然就麦田圈 但是它不一定出现在麦田里 也会出现在其他的农作物田里 比如油菜花田 玉米地 现在发现麦田圈有一个规律 它会比较多地出现在一些古迹的周围 尤其像英国的巨石镇附近的农田 就出现了好多麦田圈 麦田圈最早什么时候出现不清楚 有史可考可能是最早的麦田圈 是在1678年的时候的英国 传下了一个板块 这个板块名字叫做魔鬼收割者 上面是文字 下面是配图 文字讲述的是一位平民的农民 打算罢工 并和雇主讨价还价的故事 图片中好像一个魔鬼一样的生物 在田地里收割东西 这个魔鬼头上有鸡脚 后面还有一个尾巴 近代知道比较早的麦田圈 是在1966年澳大利亚的一个农田里 有个农夫突然听到周围有声音 一抬头看到一个光球在农田里 最后光球快速声天空飞走 他走后 那个光球下面一看地上有个坑 感觉像是最早的就是麦田 从那之后 英国各地开始不断的出现麦田圈 由于新闻的大量报道 所以吸引了很多的学者 以及UFO爱好者也都来探究 看过麦田圈的人的观点 大概分为三派 一派就认为是人为的 一派认为这是外星人和UFO制作的 还有一派认为这是自然形成 如果麦田圈是人造的 那究竟是什么人造的 为什么制造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麦田圈在各地不断的出现 一直到90年代 都没有人承认这个东西是他们制作的 花这么大的时间成本 人力成本去制作 却不承认 这不符合常理 而且前后二十几年都没有人看到 更是不太可能 1991年 麦田圈人造说 突然发生了个巨大转折 在1991年9月9号 这天英国两个退休的老头说 从1976年开始 世界范围内所有的麦田圈 都是他们两个人做的 他们解释说 他们是怎么制作的麦田圈 就是用一根类似滑雪版的木板 上面拴着绳子 然后用手提着绳 用脚踩着板子 把麦子压倒 他们为了证明麦田圈是他们制造的 于是现场给媒体做了一个麦田圈 结果 他两人制作的麦田圈非常粗糙 不太像真的 很快 这个事情就遭到了大家的质疑 首先 他们两人就没有离开过英国 那么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出现的就不可能是他们制作的 而且 现在有很多的麦田圈规模非常大 不可能是两个人来制作完成 后来有人怀疑是英国政府只是两人去承认的 就是为了掩盖麦田圈背后的真相 在两人承认麦田圈是自己制造后 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 于是就在民众的心目中产生一个 麦田圈是人为制造的概念 那么麦田圈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是人造的呢 后来很多媒体和学者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 就为了验证麦田圈人造的可能性 他们邀请了一些园艺师 然后在农田里交给园艺师一些图样 要求他们去制作麦田圈 因为麦田圈很多都是一夜之间形成的 所以他们还分别在夜晚和白天进行了实验 实验证明夜晚农田里一片漆黑 在一片漆黑的条件之下 十个小时之内有效完成这个图形是不可能的 经过多次实验 他们发现人为制作麦田圈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必须有空中视角 晚上看不见所以没法完成 在白天可以制作 直径30米以下 图样比较简单的 实验人员通过人造和非人造麦田圈进行对比 发现了一个本质的区别 人造的麦田圈里面的植物的金叶花朵 果实会因人们人力的踩踏 会出现折断散落一地 到处都是显得非常的凌乱 但是真实的麦田圈 所有植物就静静的躺在地下 甚至花瓣都不会落下一个 就好像这些植物自然生长出来的 没有明显外力施加在上面的感觉 科学家就拿这些麦田圈内的植物回去研究 研究这些植物为什么会倒下 于是有人惊人的发现 例如一个麦子上面大概有四到五个结 麦田圈里的麦子最上面这个结被拉长了 而下面的结上会出现一个小洞 就像是内部爆破留下的 所以结就起不到支撑作用而倒下 但是外表没有任何损伤 因此人造麦田圈里面的麦子后面就死了 因为根茎被折断了 而真正的麦田圈里的麦子会继续生长 所以推断这些倒下的植物 不是有强烈物理作用使它们弯折或者倒下 后来很多生物学家对这个现象进行了仔细研究 他们得出一种推论 认为有一种电磁的离场 这个电磁离场会影响到植物 让植物根茎内部发生一个小范围的爆破 但是以我们人类现在的科技 还完成不了这样的事情 如果麦田圈仅此而已 也将不值得人们去研究 那么麦田圈出来之后会有什么影响呢 收获时农场主收麦子的时候会把它收割 神奇的是在第二年 那些新种下的麦子 还会形成和之前一样的麦田圈 而且这种情况会持续三年 起初人们认为可能是那块地方的土壤受到污染了 所以就把土壤换掉 但是一样没有任何效果 从这个角度说 这个麦田圈是非自然力和非人力形成的 到目前为止 一共有70多个人说他们亲眼见到麦田圈是怎么形成的 但是大部分人是口头描述说 自己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其中有两段是有人拍摄到UFO制作麦田圈的视频 这70多个目击者口供惊人的一致 其中有一下部分人看到了光球 大部分人没有看见 但是听到嗡嗡的声音 听到声音之后大概三到五秒钟就会在田地里出现麦田圈 人们普遍认为 用一个晚上十个多小时形成的东西 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 目击者称听到嗡嗡几声之后 就植物噼里啪啦的响和静电一样 然后就看到麦子自己就倒下 形成了麦田圈 在所有的麦田圈中 有两个震惊科学界的麦田圈 第一个是2011年8月21日 在英国的切尔波顿店台天文台附近的农田里出现的方形麦田发图 为什么这个麦田圈能震惊世界呢 因为它是外星人给我们人类的一份回信 人类发出去这封信需要追溯到的是1974年 1974年11月 美国距离地球两万五千光年的一个星团 发送了一段信息 史称阿雷西伯讯息 是通过阿雷西伯电波望眼镜发出这段信息的 里面包括了很多的地球方面的信息 比如数字一到十 轻碳氮氧铃的原子序号 人类DNA的分子核甘酸的数量和分子式 DNA二处螺旋结构 人的样子和身高 还有太阳系中地球的位置 阿雷西伯望眼镜的样子 这个信息的人通过二进制代码发向了太空 当时主持这个项目的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主持的 但是以霍金为首的很多科学家非常反对这个事情 认为这样做无异于自掘坟墓 结果出人意料 就在2011年就收到了回信 上面的图案和那个卡尔萨根发的那个图 在基础学科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在具体到各自文明的情况上 却很不一样 最明显的是人类所在的位置 我们发的是地球人的样子 所以对方发过来的是一个外星人的样子 另外他们的DNA结构和我们的双螺旋结构不同 要更加复杂 第三点 他们的星系结构不同于太阳系 最下面这个天文望远镜也不一样 对方是一个叠形雷达 外星文明的回信 在西方国家引发了又一场追寻UFO的热潮 没有让人们失望 2012年UFO再次给出了一条 麦田圈形成的信息 很明显 左边图片是一个灰人 也就是我们人类最熟悉的外星人形象 应该表示这个信息是他们发送过来的 右边这张图人类仔细研究后 发现这个是二进制的信息盘 从中心开始解读 一圈一圈一圈向外会得到 一圈二进制代码 把将二进制代码转换成英文字母后 会得到一句 这句话没有主语和宾语 从字面意思上看明显是一句警示 这里需要先提一下灰人 灰人最初是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的主角 曾盛传美帝和婚人 自此达成相关协议 而现在婚人们显然不打算继续遵守条约了 小伙伴们 你们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